那 Doctor 為何有朋友去萬福 就找你拿一些意見 之後你要去捐108元 捐錢不好嗎 你不是捐給我 我沒搞錯 我方太叫你那些人去捐給中華三院而已 他文靜啊 大佬 無事不增三寶斷 那你現在先中了一個因 你捐錢給醫院 希望你找到有藥方 找到醫療的人 那個因果 所以千古代 你想健康長壽就贈醫施藥 如果你想要衣食充足 你就派米的 贈災的 六百圍好像小李山那個盆栽 六百圍每年請人吃飯 即是如果你想有智慧 有學問 你就送書 送知識給別人 即是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我因改了 如果你贈醫施藥的話 那你家人就多數是健康的 希望我因改給你 你來得到病我就不叫你捐 你去做家倆 你去做家倆 是這樣的解法 你來問我當然有事了 無事不增三寶斷 那你捐得不喜歡捐就無人捐就無人問 不不學 你不是叫他捐給我 但我給他機會做好事 化了一種歷史 我就回答你 我會更加放心 你怎麼做家倆 好事都不肯做 是嗎 無因 是的 你拿回我種子 我是比較深厚的學問 為何我不叫他捐給學費 你捐給學會 放下一百零百元 一樣有人不給 但你不知道 我會跟你做好事的 化了一種歷史 捐給學會 是不是 就算你放下一百零百元 我和你捐夠二百元 自己加了九十幾元給他 你不肯知道的 那你懷疑我托了一百零百元水龍 那你就大了我了 誹謗 那你懷疑我 懷疑我懷疑我 懷疑我懷疑我 那你就不肯 那不如你自己捐吧 不就這樣 新聞要一份 剛剛啊 按機就可以了 按機就搞定了 方便 看那個問題